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新聞 挖挖挖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退休的刑警 高仁和高刑警 鴻怡大哥好 大家好 好 另外呢 我們邀請到的是斑馬人 演劇團的黃文維 鄭大哥好 大家好 歡迎文維 還有這個演科醫師 黃宥嘉 黃醫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另外是 慈喪心理師林翠芬老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還有媒體人許勝梅 大家好 好 歡迎五位 我們今天主題是閨蜜可以信嗎 這個因為很多女性朋友都有閨蜜 那麼可是我們今天談的這個案例裡面 都是閨蜜搶了她的老公 那可是這是個案 還是常常會發生的通案 這很值得探討 那如果閨蜜會搶人家老公 會搶閨蜜的老公 到底她是什麼樣的心態 到底這個要怎麼防 今天這個就是要來討論 那在討論之前 我先請教聖梅 你也是女性嗎 你有閨蜜嗎 沒有 為什麼 你都沒有閨蜜 我人緣差 什麼 是你刻意不要嗎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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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我本來就沒有本比較親近的朋友 可能因為工作的關係 那翠芬有嗎 算有 算有 定期會面 定期聊天 紓解一下的 算是 閨蜜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閨蜜算是一個很親近的女性 就是跟你同性別的好朋友 對 然後無所不談 互相傾訴 互相支持 然後彼此安慰 或是說在一些你需要的時候 他都會出現在你旁邊 我覺得這就叫閨蜜 你會把他講到自己有多私密的事情給他 有多私密 苦惱的 然後或者是說 目前不知道該怎麼辦的狀態 或是生氣的 那也請教黃醫師 你有閨蜜嗎 有啊 有啊 有幾位 我剛剛認真想了一下 大概是兩位 兩位 因為我覺得比較特別是 大家可能會覺得閨蜜 就是講一些這個心裡話 不能跟別人講的 可是因為我這個人 就是生平最敬佩的是 就是一生沒有不可告人之事 這樣子類型的人 所以其實我本來就是 我的 你有多少財產 不能講 因為太少 所以不好意思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本來就不是以這個標準 就是我可不可以跟你講話 我可以講多少話 來判斷說這個人是不是我閨蜜 反而是說我覺得所謂的閨蜜 是我跟他講 不管任何事情的時候 都能夠聽得到忠嚴 就是說我講這樣子 並不是來聽你特意要安慰我 或者是要勉勵我 總而言之我希望聽得到你的真心話 那反過來說我帶你也是這樣 你如果這個不行 不會處理 我就說你這個做得不好 是這樣的標準之下 但你不容易 因為很多人中心話是聽不下去的 對 因為我覺得交朋友是在於說 其實也很花時間 你要一直關心他 你才有辦法給出中肯的建議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也希望別人是這樣對我 那當你有老公的時候 你會把閨蜜 介紹給老公認識嗎 不會 為什麼 就很特別的是我 我跟其他華人不太一樣 是說我不太信奉 那個就是人際的人脈 就比較特別 非常有可能是我的家庭背景 從小我就知道說 這沒錢就沒人脈 有錢就有人賣了 所以我沒有那麼信奉 人脈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沒有那種說 我認識這個人 這是我的朋友 所以老公你幫我照顧他 或是你這邊有好處給他 我不要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是很單純就是朋友 就我們兩個之間 如果我要給朋友好處 是由我來給 我要承受朋友給我的壞處 也是我來承受 所以基本上我的閨蜜 只有一個 就剛剛不是說兩個嗎 只有一個 一個是我在做這個 試管嬰兒的時候 住在長庚醫院 臺北長庚醫院 他來看我 他來病房看我 後來比較穩定之後 那時候我前夫說 就也做個做個樣子 你朋友來看你 那不然我請你們吃飯 然後就是偷偷的離開病房 去旁邊的小餐廳就吃飯 然後雖然說是小餐廳 可是也是一個套餐 然後就是就這樣吃完 吃完之後 我也覺得說有面子 就我朋友來 閨蜜來看我 然後我前夫也願意 請我們去吃飯 對 然後只是說吃完之後 我前夫就跟我說 我覺得你那個閨蜜 沒有很有禮貌 他吃完飯沒有跟我說謝謝 然後我後來經過了十年之後 我把這件事情告訴我閨蜜 因為還是閨蜜 我就說你知道那個當年 我們吃那頓飯完之後 那個這個我前夫還說你 你忘記跟他說謝謝 他說又有家我忘記跟你講 其實那一頓飯很難吃 我根本不想吃 所以我覺得你如果把那個閨蜜 跟老公的關係連結在一起 就會有各自的期望 像我們這種還是十年之後 說出來的 你如果當下你要持續 我覺得會很麻煩 是 好 那我們現在就要來看這個案例了 因為有個人氣寵物餐廳的老闆 他經傳爆出出軌 他的員工 女員工 可是老闆娘其實跟這個女員工 其實還蠻好的 對 什麼事都會跟他說 來 這個詳細的情形 我們請盛美跟大家說 就像我剛剛說 我那個沒有閨蜜 是因為以前有閨蜜的時候 我們都會無私的把很多東西介紹給他 但是我曾經有閨蜜 就是真的把我工作給搶走 每一場我男人 閨蜜搶工作 因為他會搶資源 閨蜜 我們會成為閨蜜 一定是無私的一個分享 那他就是最快會把東西調走的人 所以從此之後 我們心理上會有一點芥蒂 那這件事情其實很類似 為什麼這樣說 這個寵物餐廳非常有名 已經大概快十年的時間 然後他很可愛的地方 是因為他裡面有非常多的 這個可愛的狗狗們 他們經常老闆會喊說上班囉 他們就會站在這個拍照區 來 就是一群 好多人都是因為他們 這些 對 他們才是店主人 寵物餐廳 對 這是主人是不是 對 應該是客人吧 客人 然後這些狗狗都是每天 在這個餐廳裡面上班 上班意思就是說 會跟這個客人一起吃飯 拍照 所以這個寵物餐廳非常有名 而且已經將近十年的時間了 然後這個餐廳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是這個板娘在前幾天分享了一整篇的文章 講說他被背叛了 因為老闆跟老闆娘他們認識十八年 十八年的概念就是他們高中就是同學 大學又是同學 等於從高中談戀愛到大學 然後二零一四年十年前因為老闆他有一個規劃是希望這輩子就要開一個寵物餐廳 你想想看其實年輕人開寵物餐廳壓力蠻大的 經濟方面各方面 那這個板娘他當時因為他家人是反對的 覺得這個男生可能經濟基礎還不穩固 可是這個板娘意思說 我們愛上了 我們也從高中就在一起了 他要完成這個夢想 我一定要跟他一起去追夢 所以他們克服了各種困難 他們在二零一四年就開了這個寵物餐廳 然後還蠻順利的 可是結婚之後呢 結婚第五年 板娘懷孕了 他又是店長 又得顧很多事情 因為他跟他先生一起 便手知足的工作 那是不是他說他懷孕的時候非常糟糕 是因為他很不舒服 而且會出血 所以醫生建議他說你不能再工作 你恐怕要躺在床上休息 他是店長 他如果說他去躺床上休息 誰來協助他老公 所以當時他們是因為這個關係 所以就再找一個店長 就找到這個女員工 一開始是這個老闆去面試這個女員工 面試的時候 老闆就覺得他不錯 你知道有時候看人是這樣 覺得還不錯 各方面配合度都很高 就讓他來上班 上班之後 這個板娘也覺得真的不錯 我老公有眼光 他又很勤奮的工作 那這個板娘就覺得說 我不在的這段時間 你幫了這麼大忙 於是板娘就把他不只當員工 他就把他當朋友 朋友之後又變成閨蜜 怎麼變成閨蜜呢 這個員工一個月是四萬五 生日的時候都是老闆跟老闆娘幫他過生日 然後經常就是遇到節日也會跟他一起吃飯 再來就剛剛講的進階到閨蜜是怎樣 要分享心事 所以板娘說我就是有一些抱怨 我不跟我老公講 我也會跟他講 但是這個板娘後來就覺得這個員工跟老公之間 眼神怪怪的 然後他又接到一堆奇怪的簡訊之後 原來這個女員工 來他們的餐廳工作的第二個月 就跟他老公上床 上床的時間長達四年 那你說崩不崩潰 後來他老公還竟然在寵物餐廳旁邊租了 一個小房間 當作兩個人經常約會地點 這個小房間就在他們餐廳旁邊三分鐘 然後老公每個月還給他七萬塊 當時板娘說這個部分最令人 為什麼 有一點羨慕 所以他一個月四萬多 四萬五 再加上七萬塊 然後又說又給他一些名牌包 給他一堆錢 所以其實等一下洪宜大哥會告訴大家 那個簡訊上面 他最後還說 我把你當姐妹 把你當閨蜜 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 然後最後還說還錢來 這個他們的對話 我把你當好員工 好姐妹 對啊 你每年的生日 我送你禮物 過生日關心你 然後把你當成朋友聊天 你憑什麼這樣對待我 當初你會來應徵我店裡 就是因為我懷孕 第一胎初期不舒服 找人來幫忙 不是叫你來當老闆娘的 我小孩還小 還有兩個 還是要湊上來破壞家庭 我知道我老公也有問題 但你得了便宜還賣乖 一直在糊弄我的真心 所以其實陶伯娘對她很真心 這樣最後的一句話叫把我的錢全部還我 搞不好他還有借錢 對 搞不好好 那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來先休息一下 這段時間 沒懷孕不在了 新員工這個老闆竟然跟他 還不到一個月 兩個月不到兩個月 他就搞上床了 厲害 不夠厲害 這應該 工夫很厲害 高手在民間 高手在民間 然後還在後面租一個房間 月薪四萬多 然後還有另外七萬 將金 七萬這是算什麼錢 那一定是給他安家費 安家費嗎 但那七萬塊就是等於他心理愧疚 然後給他安家費 有點類似包養 我覺得 然後還買包包給他 還幫他還卡債 對 二三十萬 討好他吧 就是討好他 好 是 我先請教三位女性 因為你剛剛講什麼眼神不對勁 老闆娘發現他們眼神不對勁 什麼叫眼神不對勁 所謂眼神不對勁是 如果這個老闆跟這個女員工 是有肉體上的關係的時候 他看這個女生的眼神 絕對不對 真的啦 真的 對 我知道 我知道 比方說 比方說 有些事情這個員工要做 但是當老闆跟他之間 是那樣的話 他老闆是不是也會幫忙一下 你如果做不好 我就幫忙 那那種幫忙 女生的雷達是感覺到 那是愛護之情 不是一個老闆 再指示女員工做什麼 然後再來 如果我跟你之間 我們只是一個 等一下再講細一點 就是說要怎麼發現 怎麼發現 就是比如說我剛剛說的 這個狗狗把他抱去洗澡 那可能狗狗會掙扎之類 如果這個女員工 單獨去做這事情 做不好的時候 那就是做不好 正常就是這樣嘛 你沒錯 可是老闆跟他之間 我認為如果已經有 有肉體關係的時候 這個男人會不會去幫忙一下 因為你弄不好嘛 那我來 因為你就是我的女朋友 所以我會幫忙 然後一起把狗狗抬進去 類似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那平常如果是同樣在店裡 那老闆這樣子也被你們認為 這樣有問題 沒有 沒有男人的那種小動作很多的 就像你們在座三位男生 看我很正常是這個眼神 我覺得眼神 眼神是絕對的 你是眼科醫師 我跟大家報告一件事情 就是像大家都知道這個韓國很大咖的 那個銀木愛呂 玄冰跟孫義貞 他們因為掩愛了迫降之後 大家就希望說他們原地 戀愛原地結婚 可是他們很久一段時間都沒有 比如說共同的這個被大家拍到 但是在有一場很重大的 這個頒獎典禮的時候 剛好是兩個人都要出席 然後大家就想要看他們的互動 因為連續劇下檔一段時間 希望還可以在他們 你講的不是戏 是屍體下 對 已經下檔了 然後就出來 那大家都一直在猜測說 他們兩個到底有沒有戀愛 而且很希望他們戀愛 所以要找那個蛛絲馬跡 偏偏那個很大型的這個 晚會頒獎典禮上 玄冰跟孫義貞 偏偏又一前一後上臺去領獎 然後我其實默默地在那個 玄冰跟孫義貞的後援會 網站裡面潛水 我平常都不發言 就看著他們的各種文章 那個晚會之後 大家都心碎了 原來我們覺得應該是CP粉的 好像沒有在戀愛 為了這件事情 我上去發表了一篇我的觀察 我說這兩個人一定有戀愛 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為什麼 因為那個眼神就是不一樣 如果你常常追劇的時候 你說有時候是那個很會演 或者是演技很好 可是真心愛這個人的時候 那個光彩 其實是跟演出來是不一樣的 所以其實我看那齣戲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們有那個感情的交流 是有在戀愛 所以你看人是因為 因為大家都很不好意思直視別人的眼睛 那我的話是因為職業屬性 從病人踏進診間一開始 我從頭到尾都只看他眼睛 所以那種感受是會不一樣 比如說我很能夠判斷 從我診間踏進來 我一眼就知道 他是不是我粉絲 怎麼看 因為有一些人是真的是 眼睛是不舒服來的 在門口就看得出來 那種是為了看黃又嘉來的那種病人 他進來就是臉上就是帶著笑 然後眼神是充滿光輝的 然後這個時候你跟他講什麼 他都覺得你是神醫 其實他都沒有在聽 所以人的眼神可以看得出來 然後對你無意其實也看得出來 然後黃醫師 我這樣問 實在是有一點強人所談 你剛剛講那個光彩 我就看人的光彩 這個事情還是很抽象 對啦 所以大家要追劇 有時候你看那個男主角 看那個女主角 如果他們兩個那個劇本是 他們要戀愛的話 就是那種寵溺 然後那種充滿光芒 然後理解 不管他做好的 做壞的 理解寵溺 你就看看到那種理解寵溺好這樣子 其實我有發現 我在自己在追劇的時候 假設說追韓劇 或是追什麼愛情劇的時候 我的那種暴力的光芒 也會收斂一些 就會變得比較柔和 所以人在談 你知道你有暴力的那個 有 有 我有時候會有那個 就是講到某些議題 其實我也蠻充滿力氣的 但是如果我是在看愛情劇 都在討論這個感情的時候 其實我的直播的時候 那個愛的迫降 那個時候每天在 每天在沉浸在玄冰 那種帥哥的氛圍之下 我打開直播的時候 大家都說我戀愛了 這樣子 就是那個眼神 就是不一樣 這個真的是有趣 因為聖美剛剛講 老闆娘的發現 是因為發現他們兩個人眼神不對勁 這個很重要 如何觀察出眼神不對勁 那因為後來這個女生被揭發以後 他說他要把他跟他老公 合買的兩隻狗帶走 記住 他跟他老公合買兩隻狗 不是還沒離婚 不是 不是啦 就是小三 小三要帶走那個狗 對 小三為什麼要跟老公合買兩隻狗 那一定是老公出錢的 小三怎麼可能出錢 共同寄託 這個不是在心理上不一樣 對對對 就是你如果要照顧 你就經營這個店了 再來是要買你自己跟太太去買 對啊 你怎麼會跟他合買兩隻狗 搞不好太太還不知道 因為太太後來才發現 蛤 你們合買兩隻狗 而且帶走了 帶走了 好 那請教一下崔芬 我覺得不一樣 像我補充一下 剛剛黃醫師說的眼神 何以你會知道 這兩個人的眼神是不對的 第一個那個眼神是會對話的 就譬如說他看一下他就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麼 他就去做了 但是那個眼神就知道說 他在告訴我什麼 那個眼神不是光是眼神 而是一個眼神就知道他要叫我做什麼 那是一種議會 就譬如說他看一下 他就知道說他要什麼馬上就去做 或者是說他看他的眼神 馬上就知道關懷 就如同太太啊 老公啊 很久沒有做了 就跟老婆塞一個榜位 今天晚上 老婆就不知道她的眼神 說你中風喔 這個就是不知道眼神 像我舉個例子來說 像我有看過 我有一對朋友 一看就知道他們兩個在談戀愛 因為他們雖然沒有講任何的話 可是你會發現他的語調 跟他的狀態 就是在談戀愛的人才會出現的 譬如說用講話來講好了 照理說他是老師 那我的朋友是學生 我們對老師通常會畢恭畢敬 那我後來就跟我朋友說 我覺得老師跟那個同學在談戀愛 我同學說 我的另外一個好朋友說 怎麼可能 後來發現就是可能 他們兩個真的在談戀愛 他說你說對了 就是他們的那個口氣是說 老師跟學生 對 當時我們是去上一個課 我就直接跟我另外一個朋友說 這兩個在談戀愛 他說不可能 厲害 然後他說你憑什麼這樣說 我就說他們講話的口氣不一樣 我們學生對老師講話會很客氣 會顧慮他是一個老師 會給他尊嚴 會給他一些就是很敬語 我那個另外那個學生 那個女學生對老師講話 就像是老夫老妻那樣子 沒有尊敬的語言 他會詩喚我們老師 可是那個詩喚又會讓人家覺得 那種理所當然的詩喚 我就覺得這樣子 只有談戀愛的人 才會有這樣的一種語氣 有意思 平常不會有 然後看著那個眼神 像有些時候你就會發現 那個人的眼神充滿了關愛 我舉個例子來說 有一次就是他們在弄那個燭臺 就是點燭臺要有氣氛 然後其中那個女學生 可能就是我舉例來說 就是他的手不小心被燭火燙到了 我們那個老師的眼神充滿了 那個覺得說怎麼樣 有怎麼了嗎 還好吧 可是他表面很鎮定 都沒有講任何一句話說 你還好吧 剛剛有燙到嗎 可是眼神完全就寫露出 他滿滿的心疼 跟你的手有沒有怎麼樣了 然後他默默的 就去拿一個東西 說你用這個 就是要讓他敷那個手燙到了 所以你從非常多的眼神 舉止對話 其實是可以看出 這兩個人有沒有愛意在裡頭的 我也聽過張小燕講過 人家他人生閱歷不一樣 他說在拍片的現場 然後有個那個女演員 他會帶狗來 他很寵愛那個狗 結果有個男演員來了 以後那個狗就馬上去鋪 那個男演員 那一點是很好的 熟悉的味道 代表他們互動過 已經一起玩過了 厲害的人就馬上看出端倪了 對 好 可是為什麼既然是閨蜜 你為什麼要這樣背叛 等一下再來討論 好不好 來 先休息一下 那因為他們是開這個狗餐廳 這個狗很多對不對 我跟你講狗餐廳會帶狗去餐廳的 那都是對狗很痛很痛 愛狗人士 對不對 因為很貴嘛 對 然後會把它整理得很好 看有多好 看一下 對一隻狗不是很漂亮 怎麼很漂亮 被整理成這樣 這都是很名貴的狗 對不對 那他才會上這種餐廳 其實他們在裡面 狗在裡面也都外遇了 好 那請教一下 再請教崔芬 為什麼這個小三要跟老闆合買兩隻狗 這是一定要的 因為他們的感情是地下化的 地下化的愛情 就是不能跟別人講 我們兩個有多好 所以那種沒有辦法傾訴 沒有辦法說的 一定要有見證 所以像他這兩隻共同買的狗 就會是我們兩個愛情的見證 見證狗 是專屬於我們的 然後看到那兩個狗 就是是專屬於我們的 其他的狗 可能就是專屬於 他跟太太共同養的狗 然後從我開始我是店長 然後我要有專屬 我的我們兩個共同的狗 那這個我覺得是一種 愛情中有一種 我沒有辦法獨佔你 可是這個是專屬於 我們兩個共同發展出來的 那那種共同的感覺 跟見證的感覺 跟彼此所擁有的感覺 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愛情裡面 是非常需要這種元素 那我可不可以舉個例 算不算負荷 就是你還記不記得 以前美國有一個總統 叫克林頓 克林頓不是外遇的盧溫斯基嗎 也不知道是不是外遇 盧溫的辦公室 是 他是一個實習生 那後來他不是在白宮的西鄉房 的書房 那這個克林頓用雪茄 這個事情 那有一天克林頓出去造勢的時候 就是盧溫斯基就在第一排當成他的粉絲 在那邊搖起吶喊歡迎他 然後後來盧溫斯基受訪 他說那一天他很高興 非常高興 是克林頓帶了他送他的臉帶 優越感 一看就知道那個是我們兩個的 在意在意這個女生送的東西 一個月的禮物 帶在身上 那就是那兩隻狗是不是 對 是 是 其實這要跟你講到克林頓 就是他跟盧溫斯基之所以會 大家心理學家在那時候做了非常多的研究 因為他那時候有一個四季公審會 他跟盧溫斯基的事情 他們其中有螢幕 就是看到他抱盧溫斯基的畫面 那個抱就不是一般一個hug而已 而是一個情人之間的擁抱 肢體動作 所以還有就是說克林頓在講 他跟盧溫斯基的關係 到底怎麼樣的時候 我記得心理學家去數了 他摸鼻子的次數 他一直摸鼻子 大概摸了有八十幾次 因為他越摸越長長 所以後來大家就確認說 他在盧溫斯基真的有什麼 後來不斷地去查那些證據 就證明說他們兩個有什麼 那那個領帶當然有什麼 你特別帶了 我送給你的領帶 就代表你的心中有我 而且你特別在這個公開的場合當中帶了 而且我就站在第一排 水岸第一排 水岸第一排 就是你就是要帶給我看的 那個每一個步驟都是有愛的意涵 在裡頭的 那為什麼我們這麼好 閨蜜為什麼要背叛呢 為什麼要 要搶你老公呢 如果以這個案例來說 他 對你是這麼的好 可是我們已經先搶了 後來才變閨蜜的 我已經先搶了你的老公吧 一個月就上床 一個月就上床了 閨蜜不太可能一個月就變閨蜜 又沒有那麼快 所以我會感覺他這個案例當中 我覺得這個第三者的心理狀態 值得玩味 怎麼說 因為我明明就已經搶了你的老公 對 然後我又跟你做閨蜜 其實我覺得他心裡是有不同的盤算的 他想知道你跟你老公關係到底好到什麼程度 然後你們兩個現在進行得怎麼樣 然後我覺得他可能會在平常的生活當中 如果譬如說他有買一樣什麼禮物 我老公昨天買了一個什麼送給我 第二天他可能回去跟他的那個老闆相處的時候 說你昨天買了一個包包送給你太太 我覺得很難過 然後立刻說 那我加碼買一個送你 你有的 我一定要有 這種情人之間的競爭 跟那個誰比較愛誰 那是一種很難很難避免的 那這樣的戀情能有辦法一直持續嗎 你是說這樣的 你說第三者嗎 對 第三者跟那個老闆 那要看說他投入 他跟這個原來的太太的情感 是怎麼樣的 其實我覺得開餐廳 或是開店是非常容易發展出感情的 我有遇過太多 開餐廳跟開什麼 開公司或是創業 你也拜託給臺灣公司多少 但是我幾十萬斤 我真心地覺得男性在創業的時候 其實是外遇的高風險時期 創業的時候 我遇過是男性外遇高風險 我遇過太多了 因為他們這時候一個人創業的時候 常常心裡是會轉折的 他會更渴望被尊重跟仰慕 那剛剛盛美有說 他跟那個太太是從年輕一直十八 對 高中的時候就在一起 你高中的時候認識的男朋友 結婚到現在 你還會那麼地仰慕他嗎 你還會用崇拜的眼神看著他嗎 他是靠家庭革命才有辦法結婚 對啊 然後你還可以不斷地覺得他好棒 他是我心裡的神嗎 可是男生結婚 男生創業的時候 非常需要這種眼光 跟這種崇拜的眼神 黃醫師 那如果是你這個老闆娘 你會離婚嗎 就是當然現在得到的資訊 都只是單方面老闆娘 他自己釋出 因為他的主張是說 如果你這樣對我的話 我是沒有什麼不能講的 但事情到底是怎麼樣 也許有可能會有另外一個版本 那如果是我 你說會不會離婚 如果我是這個老闆娘 他講的證據已經讓我覺得 這個就是一個婚外情 那首先會考慮的是兩個小孩 就是我還是會這樣想 因為有兩個小孩 也有這樣子共同打拚的經驗 老實講就先問這個男生 要不要回來 因為他也有可能就是一時意亂情迷 對 我今天怎麼這麼保守 但是我覺得太容易了 就是像崔芬老師剛剛所講的 因為剛創業 或者是說 看看我看得很膩了 我們就打開天窗說亮話 我們這種感情 因為女版娘她說 她人生的一半是在這個男人身上 所以我覺得要審慎的評估就是這個男人 到底是不是可以繼續的 那可不可以繼續的原因 絕對是在於第一個 他願不願意徹底的離開 那個女職員 你可能需要給到這個程度 通常可能需要需要一些遣散費 就請她離開 然後她好好的回歸到這個家庭 而且之後要簽下一些協議書 就如果你再犯的話 整間餐廳都給我 或是怎麼樣 我覺得保障要有 那她男生也要有意願做這樣 那如果她都不願意 她也不想離開那個女生 然後她也不也不懺悔 不認錯 還說我誣賴她 那這樣就是離婚 那你說這個 你碰過說 閨蜜可能為了一個好男人 兩個人翻臉 然後這個 爭搶這個男人 應該是說 我們今天看到的case 就是其實是看起來好 是兩個女生為了要爭一個男人 所以從閨蜜翻臉 不能做朋友 但是我也有看過 就是兩個女生為了一個男生 之後變成閨蜜的 好啊 我們應該 這個 對對對 要這樣結局 就是女生的心理非常特別 因為我之前是有組一個 就是佛系的做功德的 相親的社團 就是網路 而且你加進來 然後你們就自己去練習這樣子 然後去認識交友 然後有成功就成功 沒成功就沒成功 那很妙的是 因為這個團體一開始 本來就是設定就是佛這個醫療體系的人員 因為我覺得醫療體系 其實也跟這個餐廳一樣 你說這個女生去當人家職員 當得好好的 沒事勾搭老闆幹什麼 那就是他身邊的可用的資源 可看的男人太少 那所以我們 我覺得醫療界也是這樣 為什麼你常會聽到說 什麼醫生外遇什麼 就是他旁邊就這幾個蘿蔔 他都沒有沒有遠見 所以我們就創一個 我們就創一個社團 大家都進來 那你就看的人就更多 這樣比較好選擇 那很特別的是我意外的發現 就有一對男醫師跟女醫師 他們就離婚了 那離婚的原因也是 這個女醫師 其實也是男醫師 以前的小三 他也是打敗了政公之後 扶政變政公 可是這個男醫師 其實他應該是有劈腿的習性 他心很不定 他稍微有一點家事 然後他也蠻有錢的 所以很多女生願意貼上來 所以即便這個女醫師 後來政公上位之後 這個男醫師照樣還是外遇 那這個女醫師 就跟這個男醫師離婚 好 那因為我們 這已經二度了 對 就男醫師二度 女醫師一度 好 那離婚沒關係 因為我自己就離婚 所以我們這個社團 當然歡迎離婚的人 但是這兩個離婚的夫妻 竟然就在同一個社團 這不是也很奇怪嗎 就是我們這個社團 然後你要男生認識人 然後你要認識人 可是這兩個又是前夫 前妻的身份 兩個人都夠資格 對 因為他兩個人 都符合我們社團資格 我也沒有說不能 但是我內心就想說 這樣也可以在同一個社團 他們的關係也沒有不行 因為我跟我前夫 一定不能在同一個社團 其實也可以 然後就 好 那這樣是不是就各自去約 這個男生就去約他喜歡的女生 你們如果在同一個社團 搞不好你們就約在一起 你可以講佛席問題 好 這個男醫師就去約他想要認識的女生 然後可能跟某一個女生也發展到一個相當的親密的階段 然後這個女醫師可能也就去認識他想要認識的男生 那通常比較特別的是 有一點類似女生就是亡不見亡嗎 你說你怎麼會想要去認識男朋友的前妻呢 通常不 對 然後很特別的是在一段時間之後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之後 因為我們不會去細問人家的交往階段 開始這個男醫師所交往的女朋友 開始竟然就是開始在網路 開始發很多的文章 盛讚這個前妻 盛讚這個女醫師前妻 那我們心裡想說就發到底是什麼事情 通常不會這樣子 比如說我可能不會去 這故事好像還要再講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進口 好 黃醫師那最後呢 應該是說這個女朋友 應該是發現說 她主交往的這個男醫師 還是有慣性劈腿的習慣 所以她可能有一些受傷害或怎麼樣 所以這個時候 她開始也變得不喜歡這個男醫師 那所以她才會覺得說 你知道有時候 如果我們遇到一個不好的對象 女生很容易投射是說 我怎麼這麼不好 我命怎麼這麼壞 怎麼會遇到這個人 可是她如果反過來去盛讚 她的前妻是什麼意思 她前妻如果是一個很好的人 那我也是一個很好的人 所以反而就後來這兩個女生 就變成閨蜜了 好 那這個接下來 我們要來了解高刑警的故事 我覺得比較單純 你就比較單純 口大哥要確定 你那時候都在交比喉 警校的時候 我七十四年入伍當兵 那時候在軍中只能寫郵政地址 那當兵的時候 你可能會寫信給你的時候 家裡的人 不然就是你的同學了 我們有的同學 當兵的同學 他比較外向的 可能就十六七歲就交女朋友 那時候每天晚上都期待著 誰的姓 誰的姓這樣 董妖良 沒收入伍 很沒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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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寧願就是那種不重要的人寫來 都有面子 寫一聲說謝謝你都很乾淨這樣子 對 你寄了一封信來 裡面沒有姓子也沒有關係 要點到名 高仁和 有你的姓 那後來我們就是軍中受訓那一段時間 回到警察學校讀書 讀書的時候 因為在警察學校 我那個年代 就是沒有女警 我們整個大隊部 過了爸的沒有女警 都是男生 最流行的一本書 叫做這本 愛情的親愛情的親愛情 他這個就是交比友 這裡面有資訊可以讓你去交比友 對 比如說男生幾歲 身高多高做什麼 地址 地址 然後我們以前一律一看的 找到的那個女生 都差不多是十八歲 十九歲 對 然後工作大部分都是髮郎 髮郎洗頭小妹 很奇怪 我發現很多髮郎 百分之六七十都是假疑的 不好意思 蔡哥 以前有說愛情的親愛情 對 現在有做免費活系 相親社團 就是黃醫師那個 然後那時候在學校 因為我們同學就是休息的時候 下課的時候都無聊 買一本 全班一百多個人都勾用 一本裡面 筆友可以去百多 那我的同學一個文筆很好 他比如說你在我心中 就像一個天上下來的一個星星 會這樣的描述 然後他就從這一句話 寫二十張 三二十個 現在覺得我靠 鬆的靠腰 三二十個同時寄出去二十個這樣子 那我的寫也是照他那個 照超 但是後來那個筆友有回信 一回信回到我們警察學校來的時候 只要是我的信拿回來 我看 他有的就會筆友 就會開始跟你要照片 不然就是你要跟他要照片 對 你要約好 我覺得你看他那個照片好像還不錯 因為以前還沒有辦法批圖嘛 所以我就教了這個筆友 寫了差不多七八個月 下七八告給筆友 沒見過面 那突然有一件事 沒見過面 我們要寫寫什麼 寫筆友 就寫筆友 我知道啦 廢話 我是說你要跟他寫什麼 寫說我現在在學校受訓的狀態 你現在工作如何 家裡在哪裡 現在工作 反正這些這樣可以寫八個月 七八個月 我們那個時候 因為我放假都要回家陪爸爸媽媽 所以我同學後來就幫我帶寫 對 帶寫之後 我也不知道他們出去約會 他們都以前 你同學他們約會 我也比我被你演女友 他就跟他約會 那約會我們都以前會約在那個 臺北火車站噴水池 那個大時鐘那邊 然後在手牽手去到新聞廳看電影這樣 那後來過了差不多兩三個月 我還在學校 收到一個高人的信 然後寫說我懷孕了怎麼辦 我說你懷孕了 你懷孕說什麼事 你懷孕了什麼事 對 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狀況 我就問我同學 你大招了 你不要吵 你不要吵 我那同學說你不要吵 你不要吵 那個年代不得了 那個年代 民國七十五年 女生懷孕了 未婚懷孕 壓臉很大 同帶在社門上的賓館去睡覺 我不知道 懷孕了兩個多月之後 我就跟我同學講你這個要處理 你不處理 因為他上面寫的是高人盒 他到現在為止 約會的是高人盒 但是你跟你的同學的筆跡也不一樣 他代勞 從開始寫筆友的時候 以前也差不多 歐白寫的一寫都差不多了 因為我們數值也不高 所以以前的字沒有很特別 所以他同時 因為他有同時交了十幾個筆友 十五個 十五個他到手的幾個 他還沒跟我講 那個叫做散彈槍 對對對 亂槍打扭 對 亂槍打扭 然後我就跟他講你這個不處理 這不行 不處理 不能 你這跟他講清楚 你叫賴賴賴賴 你不要講我 後來他有跟他出去見面 到我們畢業之後 他們兩個還真的正式在一起交往 交往之後當然有沒有把孩子生下來 或者是 因為我聽說他是去把孩子拿掉了 可是這樣就是傷了一個 那時候才十七八歲的女生 後來他畢業之後 兩個還真的有交往在一起 交往好幾年 但我們分開單位之後 我調我的單位 他調他的單位 後面有沒有娶這個女的 我當然不敢講 你交那個筆友 你交幾個 一個而已 只有一個而已 加騙 我不敢跟你騙 我騙我爸也不敢跟你騙 真的一個而已 都沒幫你看 連出去見面都什麼 我們出去開車要不要慢一點 也沒有開車 不是我啦 怕撞亂你的小孩 不會啦 不會 我意思是說那時候很單純 因為我們那個年代交筆友 你就是覺得好像就在談戀愛 就是看到你 就會想像你的未來 你的女友長得怎麼樣 然後他寄來的照片是 一看就直接像陰的 你趕快跑掉 你的常常 我們的這個女來賓都說 他們有一些有閨蜜 有些沒閨蜜 你有沒有那種哥兒門 我以前哥們一堂那句 那來就叫你跟你說明星開空間 那都拔拔拔拔的 然後明星要欠一腳 打不上去 然後晚上來唱歌 都這種 這都不好的 這都壞的 你那個是酒肉朋友 那不就閨蜜 閨蜜是說 我就有什麼心疏 酒喝就每次都說了你 你酒喝下去 你就... 所以我說我現在學會一樣東西 很多聽到別人的秘密 寧可爛在肚子 你都不要講出來 為什麼 因為經過你嘴巴講出來 要傳到第三者 第四者 那邊又不一樣 所以我到現在 講真的 我也沒朋友 我現在在家裡就是一個人 回到家裡追劇 不然就養魚 不然就是 為什麼你不要叫哥兒門 那都不好的朋友 這裡說也不怕 這是人的 你如果說比較好的朋友 不像人家說明星早前來八山 來走路 運動 運動 早前到十二點 多一天 哪一天 什麼 鵝肉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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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飯了 喝酒啦 對 我就是 鵝你三缺衣 要欠一個 先給你用 我都不打牌了 但是以前交的朋友 因為環境的關係 所以環境的關係認識到很多 我自己以為是我的麻糬 可是你自己 男生不叫閨蜜 就是說自己麻糬的 自己外貼的 但是自己覺得我 他是我的好朋友 那一剎那 其實我們被默默地在利用 我們都不知道 你相信那些哥們嗎 我現在不相信 但是以當下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是我抒發壓力 還有抒發情緒 還有跟家裡的不舒服 就會講給他們 那你現在不相信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就是因為太過相信他們 我跟一個人講 跟他講 你不要跟別人說 可能全部都知道 比電視台新聞更快 很快 這段說了 現在講而已 馬上全部人都知道 馬上打電話 你怎麼會沒問題 跟你沒辦法 這種馬上就覺得不可思議 所以很多自己的心事 但是我說真的爛在肚子 都沒關係 就不要講自己的 高情景講這個 就是說好朋友 就是能夠幫你保守秘密的人 對啦 能夠幫助你 但是要幫你保守 重點是不可能會有這種好朋友 沒有 我到現在碰到現在 我快六十歲 都還沒有碰到這種人 是喔 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說是你真正的好朋友 他也不會聽你的秘密 連好朋友不聽你秘密 我都跟他講說 你真的秘密是放心 你不要告訴我 好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進廣告 女生的好朋友叫閨蜜 男生的好朋友叫German 沒聽到也有 對 文偉你有嗎 當然有 幾個 我本身的話兩個 兩個 對 對 那就真的是不多 剛剛好 對 男生朋友 你German的定義是什麼 German定義就是像剛剛講 什麼話都能講 什麼事都能幹 對 然後都不會讓別人知道 只有我們自己知道 他不會去外面講 不會不會 因為我們幹的是不太方便 他能幫你保守秘密 對 所以你不曾被人家出賣過 我們大學的時候有 大學 但是不是我 是我們幾個好兄弟裡面其中一個 怎麼說 那個時候是我們大學的時候 然後我們有幾個人 就是都籃球隊 我們感情非常好 然後那時候我就 因為大學大家知道嗎 我們就是男生比較皮 那我有一個同學 他有一個小三這樣子 然後我們其中 我算他劈腿就對了 對 他劈腿 他劈了一個小三 然後我們另外一個 也是我們裡面 小團體裡面的好兄弟 然後也喜歡那個小三 然後他就私底下 跑去跟那個小三說 那個誰誰誰 他其實有女朋友 你知道嗎 然後所以你不要跟他在一起 他找我們班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你應該要跟他分手 然後想要去追那個女生 結果那個小三跑去跟我們那個 就是有劈腿那個男生講說那個誰誰誰誰 講你有女朋友 其實他們都知道 然後他們就就是對 然後後來他就那個團體 就有點分散 然後他們其中兩個就不太見面 也不太講話 是是是 有一種人就是說 比方說這個男生 然後對方是夫妻 那他跟先生 他先生也有line 跟太太也有line 可是他都一直跳過他先生 一直傳給太太line 這樣對不對 這樣不對 不對嘛 對不對 你覺得他那個目的是什麼 目的就是有一些秘密 不想讓他先生知道 隱私 這樣OK嗎 如果我聽意思你聽懂嗎 是要看說他跳過先生 一直傳傳line給太太 然後對方是一個男生 男生嗎 對 然後這個有幾種可能性 想說我們兩個是夫妻 人和跟我有line 跟你有line 結果他都沒有傳line給我 他一直傳line給你 對啊 就是隱私或者是什麼秘密 要跟你聊而已 如果是這樣的話 即便不是隱私 找安徒也不OK 也不OK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有可能就是說 他想跟他的關係更靠近一點 對 那意圖的話 可能就要看說是有不同的意圖 還好還能有什麼意圖 要看內容 要看他傳line給我的內容是什麼 那個地固性 怎麼可能有意圖 那就是想要打這個妹妹 打這個 高大哥專業 怎麼說 那個男生 是跳過大哥這邊 就直接跟太太聯繫 男生很現實 他不會花時間在自己沒有興趣 或不喜歡的人身上 真的喔 對 男生很現實 就這麼現實 女生就不現實嗎 女生比較會做樣子 要語入均沾 其實男生是不語入均沾的 因為反過來也有那種 人家是夫妻 然後這個女生一直傳line給他老公 不傳給他太太太 也有 這樣直接封鎖啦 對不對 對啊 不行 不行嘛 那這個女生也是有問題對不對 通常如果說明明知道對方 是一對夫妻 而且又跟這一對夫妻都很好 可是卻不傳給太太 卻一直傳給老公 我都覺得這樣子有一點越界了 雖然不一定說 他一定有什麼不良之企圖 但越界一定是有的 一定心數不正的 那看就不像我們美語之間五號人正氣 因為正常應該是說 正常是說 我有什麼事情要你太太知道 我要告訴男生 麻煩你幫我告訴你太太 應該是這樣子 本來就是這樣 才是基本的禮貌 那高刑警這邊就有一對好兄弟 後來這個竟然弟弟搶大哥的老婆 這是很悲哀的一個事情 因為這個女孩子大我一介 然後她的妹妹跟我同班 那其實她結婚的時候 我還有去送 那她嫁給了先生之後 那時候我在中山區 那她嫁給先生之後 因為先生常常在外面做工地 以前剛好開始在建築業 比較興盛的時候 都在工地上班 所以她的太太生了兩個小孩 就是我大我大我一歲 這個女生生了兩個小孩 然後因為家裡還有個阿嬤 就是媽媽要顧了 婆婆 每天只要去濱江市場買菜的時候 就是變成先生的弟弟開車 載太太跟媽媽去買菜 那久而久之後 我就只能講叫日久生情 因為再久了嘛 哥哥都在外面工地工作 所以他們去菜市場的時候 有的菜 菜花那賣菜的 都會覺得說他們就是夫妻 然後跟她婆婆一起出來 還帶小孩嘛 對 那後來久而久之 發展成戀愛的感情之後 阿嬤 阿嬤啊 後來這個女生就跟她的小叔 協議好 拋棄去 就是拋棄她的家庭 拋棄她的兩個小孩 對 然後搬到中部去住 那搬到中部去住的時候 這女生又生了兩個小孩 沒辦法入戶口 因為她在外面生了兩個小孩 她的老公在工地 也找不到她老婆 也找不到她弟弟 但是剩一個阿嬤 在照顧兩個孫子 那生了兩個小孩 沒有辦法報戶口 但是這個阿嬤等於是四個孫子 都屬於她在皇家的 一個是大兄的兩個孫 一個是兄弟的兩個孫 那弟弟搶了哥哥的老婆 跟哥哥就老死不相往來了 對 當然 但生孩子又沒辦法入戶口 所以很為難的是 那個太太後來得了很重大的憂鬱症 就是心情就每天打出 兩個兒子兩個不能包戶口 兩個在家裡看不到 所以有一天很年輕 才大我一歲很年輕的 有一天這樣坐在椅子上 撲一下就沒了 中風 誰 那個女的 中風 本來還沒死 中風之後是不是 阿嬤還是那個 阿嬤中風 阿嬤中風沒死的時候 第一次沒死 變成她的小叔 要帶這兩個小孩 那有可能小叔 會帶那兩個小孩 當然不管她小叔也離開了 好 那另外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新聞是 丈夫外遇了自己的閨蜜 老婆遭到雙重背叛 所以罹患嚴重的憂鬱症 那這個新聞是怎麼樣 請盛美來跟大家說 因為我們今天聊的是 因為閨蜜會搶你的男人 或搶老公 那這件事情 大部分人都不能接受 是因為閨蜜是你最心疼的人 甚至有時候你會把閨蜜當作家人 這個新聞其實他很單純 就是這個老公其實經常外遇 對這個太太來說 他本來就是個家庭主婦 那前面幾次太多原諒老公 可是後來這一次 他覺得就直接把他壓垮 是因為他老公外遇的對象 是他非常非常好的閨蜜 你可以想想他老公前面幾次外遇 他都跟誰去訴苦 跟他的閨蜜 所以他的閨蜜對他的老公 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所以最後這個新聞事件裡面 這個女主角 他完全沒有辦法從憂鬱症的 這個狀況裡面走出來 這是一個 可是我想分享一下就是說 因為剛剛洪怡大哥有問 你都知道這個人是你的閨蜜 你都跟他之間感情那麼好 你為什麼硬要搶他的男人 我跟你說 不是因為你們男人有多了不起 有的時候閨蜜搶這個男人 不是真的愛這個男人 他還真的是想修理他的閨蜜 因為之前演藝圈 有一個閨蜜門鬧得很大 但新聞上是沒有 有一個A咖吉的女藝人 長得漂亮 家庭環境很好 他是個富家千金 重點是他又有名 然後是個高冷的女生 各方面挑釁都非常好 然後他同門有一個 什麼叫高冷女生 高冷就是有些女生是美艷性感 可是現在演藝圈流行高冷 因為我們知道高冷蔬菜 不曉得有高冷 可遠觀不可洩萬焉 那種的 演科醫師果然厲害 高冷 其實有些男生喜歡高冷 就是他看起來就是女神級的 你不太能接近他 但是男生都喜歡 可是他有個小師妹呢 就跟他型完全不一樣 甜美 身材很好 很可愛這樣子 然後這個小師妹 從南部到臺北來 就牽在他的經紀公司 他就覺得他好可憐 又窮 平常吃泡麵 連個衣服都沒有 所以這個師姐 是不是就是把他當閨蜜 幫他買衣服 給他過生日 甚至我用過的包 我可能拿一次拍照 我就不用 我都給你 因為對他來說 他覺得這個閨蜜好棒 也會聽他訴苦什麼的 結果這個A咖的女生 他有一個男朋友 沒有很有名 但是他們感情也不錯 那你可以想像 這個小師妹 也都知道他們的狀況 結果A咖女人 有一段時間去大陸工作 然後等他要回來的時候 就有圈裡面的朋友 跟他講說 你是不是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臺北這邊都在傳 你那個師妹跟你男朋友在一起 他就回來問 結果這兩個人都說 絕對沒有 因為你很照顧我們兩個 我不會背叛你 絕對不會 結果有一次 他打給男朋友沒接 打給小師妹沒接 那我們這位高冷的女藝人 滿厲害的 他就揪其他一些藝人 都有頭有臉 直接衝到他的閨蜜的那個家裡面 門打開 兩個人也都沒穿 就是就是在裡面 幹嘛幹嘛了 但是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這個小師妹就是可能 愛上他男朋友更不是 有一種心態是 憑什麼你什麼都有 然後嫉妒 你生在這麼好的家庭 你這麼會投胎 你家有錢 你長得也比我漂亮 你比我有成就 你連你的男人 都比我的男人襯頭 那我不搶 我是不是就對不起自己 他是要破壞 所以不久抓到後來鬧得很大 小師妹後來就消失了 其實他們也沒有在一起 女人是這種心態喔 崔芬 有些人可能 你們女人怎麼這樣 男人不會嗎 一竿子打翻一傳人 但是我覺得的確有些人會 會有一些忌妒的心理 我最近都一直覺得 我這麼認真讀書 才當醫生 結果有一群就是家裡有錢 去海外洗個學歷回來 就可以當醫生的 我真的很痛苦 真的 好 那剛剛我們幾乎 所有的女來賓都說 女生會因為忌妒 所以會搞破壞 因為他沒有 所以他要搶 其實這牽涉到人性 對 這牽涉的是人性喔 對 那這樣的話 換句話說 我們的幸福不能外露 對 對不對 對 不要太高調 好像有錢也不可以 風災一樣 有錢 風災人也會破壞 人也會破壞 對不對 你幸福你也不能夠高調 是這樣嗎 那女生為什麼會這樣呢 老實講就是有一群人 其實生活也不是很如意 有啦 我有想過如果我今天是位居 這個醫院院長高位的話 我還會覺得破破會對我有影響嗎 可是我就是一個基層 那我就會覺得有影響 所以很多女生是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是平凡人 平凡人只要有一點點那種不一樣的 稍微好一點點的 他就會覺得很幸福 那種好一點點很難講 很有可能是這個男友的條件 稍微好一點點 比如說我們這個社會很喜歡怪女生 如果在擇偶的時候選高富帥 就是你怎麼這樣 你怎麼貪婪 可是我們社會沒有去想說 為什麼這些女生其實也是只是想要多一點點那種小確幸 條件多好一點 男生也是你看高大哥剛剛講什麼 那個長得很差的 像熊的 他又不想當比友 對不對 所以其實都是一樣的道理 那只是說誰會被壓抑 誰不被壓抑 我們女生是很被壓抑的 被壓抑的結果就會偷偷搶 被壓抑的結果會偷偷搶 對 OK 剛剛這個盛美講的這個案例 女主角陳女士她覺得世界正在毀滅 因為兩個人背叛她 一個閨蜜背叛她 一個是她老公背叛她 所以她覺得生活了無意義 整天呆坐在家裡 落寞 失眠 還透露說她想要自我了斷 其實是很負面 那這個崔夫人這樣的話 應該要怎麼處理 你說她這麼受到兩個人的背叛 其實被閨蜜背叛真的是很重傷的 所以那個破壞的包括自己的自尊 然後包括對別人的信任感 所以他裡面還包括他出現了非常多 反應在生理上無法入睡 然後整個人都覺得不舒服 那思想上也可能會變得很悲觀 所以他們如果要協助的話 我們會有不同的方向 一個就是生理上 因為被背叛一定會產生很多身心症 像剛剛說的各種的身心症 然後嘔吐 發抖 心氣 冒冷汗 呼吸傳不過起來 這都是很常見的身心症 所以一個部分就是會會同一個健身科醫師 那另外一個需要協助的 比較是心理的療癒的部分 那心理療癒的時候 一定 他們通常被背叛 尤其是雙重背叛的 情緒都會很大量 所以我們可能要先幫他們紓解情緒 把複雜的詳細宣洩掉 然後另外一個我覺得雙重背叛 破壞很大的會是信任感 因為你這麼信任的人 然後他都背叛你 一個是你枕邊人 一個是你的閨蜜 那個真的會把一個人的信任 整個很難建立 所以會開始慢慢協助 他再重新去信任別人 我覺得最困難的 會是這個核心的議題 重新建立信任 我這個周遭有朋友 就是他在路上看到他老公 牽著別的女人的時候 沒有去抓 當初 他說他沒有勇氣 他說他知道 他那時候會覺得自己怎麼那麼懦弱 他不敢 但是他蹲在路邊吐 一直吐 一直哭 一直吐 沒有力氣走回家 不敢面對現實 我當中抓下去 啪啪啪 但是你是男生啊 女生上去 有可能會被老公打一巴掌 我是把那個女生 應該把老公都啪啪啪 三下 其實大家現在講 都會覺得好像是 我如果是我 我一定會怎麼樣 可是我遇到很多 我的當事人 遇到那樣的狀況的時候 那個心理被重擊 有可能你就是瞬間不能動 所以他就是瞬間不能動的 所以跟大家會想的有點不一樣 像我們很常會說 如果是那樣子 我一定當場掉頭就走 或是我就會怎樣怎樣怎樣 可是其實很多時候 像我還有遇過有人 他就是像被點穴一樣 當場不能動 就是說我沒有辦法走路了 為什麼 因為人在一個很高度 就是 高興起床 對 可是其實我們有一種是逃 一種是跟你作戰 可是有些人 他真的就是不能動 然後無法入睡 然後整個人就像瓦解了一樣 瞬間心理就像骨折一樣 整個人就垮掉了 垮掉了 然後站起來力氣都沒有 對 然後就可能開始瞬間 有時候還哭都哭不出來 就是他那個瞬間的那個狀態 每一個人都會有一點不同 那怎麼不直接把他手機打電話給他老公說 你在哪裡 對啊 那個文偉 你可不可以去牽高人和的太太的手 看看他怎麼玩 他怎麼不玩 我其實會覺得啦 遇到一個很大的 講得容易啊 對 遇到一個很大的創傷 每個人反應真的都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周遭的人 如果遇到一個人 他真的被雙重背叛的時候 他不管有什麼狀態 我都覺得我們都先接納他 而不要跟他說 你那時候應該要怎樣 你應該要怎樣 因為他其實是做不到的 他如果可以的話 他早就那樣了 所以因為我看過很多這種被閨蜜 雙重背叛的 那個傷真的是很大 而且像很多都是從小 我從小就一起成長長大 然後自己對他非常的好 然後老公也 連老公也對他很好 甚至於自己的小孩 都認他當乾媽這種狀況 然後有一天突然在老公的手機裡面 可能會發現說 他們兩個居然出去玩 而且還有一些親密的照片 然後你那個震驚 真的是不是用那個普通的語言可以講的 而且可能你的閨蜜看起來還是很柔弱 很內向 然後不是一個很外向的人 然後你一直以為你是他的保護者 沒想到他卻會這樣子來對待你 我覺得那個震驚是很大的 真的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聖美這邊就有案例是他閨蜜搶男友 而且他們手牽手睡在一起 對 可是這個新聞 他有非常多的爭議的地方 是在這個吳小姐 他跟一個郭先生 他們是分租一個 一個等於是一個公寓裡面 有好幾個房間 他們分租 一開始是這樣 顯然大家彼此都是好朋友 而吳小姐就很喜歡這個郭先生 然後他就覺得說兩個人 應該就算男女朋友了呀 雖然我們當時只是因為分租房子 然後彼此認識這樣 但是因為吳小姐 她的閨蜜姓張 這個張小姐也認識郭先生 我們通常都講閨蜜 彼此都會認識 其實這個郭先生 比較喜歡張小姐 然後他們兩個人其實暗通款取很久 而且也睡在一起了 那對郭小姐來講 他覺得說怎麼會這樣 明明我跟這個小郭 我們兩個人才是男女朋友 那顯然我的閨蜜 是搶了我的男人 所以這個吳小姐 就非常的生氣 他覺得不可思議 你怎麼能這樣 我這麼 我對你這樣掏心掏肺 然後我什麼都跟你分享 現在你搶我的男人 所以因為這個張小姐 常常會來他們住的地方 有一次他知道 他的閨蜜來了這裡 他就故意是在姓郭的 郭先生那個房間 可能就是放了一個類似 我們現在比如說小米 或什麼都有那種監視器 可以拍的偷拍 他就把郭先生跟張小姐 就他的閨蜜 在床上的一些拍下來 拍下來其實第一拍 就已經是違法了 那第二件事情 他竟然還把他po上網 雙層違法 所以當事人就對他提高 那到最後是這個吳小姐吃上了 妨害秘密的館子 好這是第一件事 但我想分享 我昨天看到一個新聞 我覺得非常有趣 這個新聞是這樣 就是A女跟B女 是非常好的閨蜜 那又回到我們剛剛講 因為A女太有錢了 那B女呢 就很羨慕他有個包 就有一次A女跟B女 一起在家裡吃東西的時候 竟然有搶到進來 搶東西 把A女的包搶走 這是個新聞喔 壞警方抓到了 主謀是誰 誰 B女 她的閨蜜就很恨 她有那個包 她竟然去聯合她外面的朋友 竟然搶她的那個A女的包包 天啊 對啊 對啊 你連包她都嫉妒啊 不是 有的包 宏益大哥你知道五六百啊 每天憑什麼 你拿那個包呢 所以他就設計好 說我要叫一個外賣 其實外賣就是搶到 那些人進來就把A女的包 跟錢搶走 後來破案 後來是因為那個社區保全發現 一掉這個錄影帶 抓到人 那些男生就說 就B女叫我們進去 她裡應外合把她的包搶走 閨蜜搶男人還會搶包欸 好可怕